昨天我和網友報道 其實英國不只是貨車司機方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現在英國的職位空缺 竟然是高達100萬個職位 阿正你在英國讀書生活了10年 你的時間其實也是歐盟時期 那時候你看到的 現在是十幾年前 或者你最初去的時候 大概是20年前 18年前 其實我想那些粗工 簡單的男嶺 是不是大多都是東歐亞歐盟移民做的 在那時候 波蘭、羅馬尼亞那些很多 就是倒垃圾、樓面、雞 雞 雞有很多東歐雞 這些都是合理的 什麼克羅地亞、匈牙利、捷克 羅馬尼亞那些很多 波蘭那些很多 很漂亮的 每個國家都有很多美女 所以其實 就不只是 這一個有職位空缺的 如果有100萬個職位空缺 我就不覺得 你香港人經常很擔心 找不到工作 其實有些網友跟我說 到現在 有一個女生 我們經常說的 在節目上 三月她離開香港 到現在都沒有找工作 不過她都不擔心 她一直留意著市場 她覺得她會找到工作 當然 你的要求可能會和你在香港的工作有些不同 但是我經常會鼓勵別人的 尤其是私底下聊天 你又不要想著 想定我是會計師 我是醫生 我覺得她一定要開車 不一定 你便騎牛尾馬 能夠找到你喜歡有興趣的那個本業 當然 你的本業不是你喜歡有興趣的 我有些朋友 例如做會計的 其實她很厭做會計的 例如做法律的 她是律師 很難做律師 我都沒有想著去做律師 我們不是律師老友去過馬來西亞 我們經常說 你過來都可以拿回英國 她是英國讀的 都可以 不是 我想著你過來做賣麵 因為其實都有 你當時讀書 跟你後來的興趣發展有些不同 但是我們是有責任說 究竟我的貨車 是否真的月入達到五萬 首先要這麼說 如果達到五萬 即是四千多英鎊一個月 算不算高人工 在那邊 算 那我真的想說 英超那些人不是真的很有錢嗎 那你這些是基層工 我知道 英超那些人不是真的很有錢嗎 踢球當然有錢 一個禮拜 等於你一年 如果你說基層工 他四千多磅 我不管是不是基層工 這個人工 分分鐘有很多百多人工 或者沒有這個人工 差不多人工 或者沒有這個人工 四、五萬元 在英國 但是現在那些英超 最低工資 隨時都是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即是四十萬元一個月 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 那些是幾十萬磅 那些人工 解釋了 為何那些藝人都要簽 因為不是每個藝人都賺很多錢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勢 那些藝人都 不是大紅 可能好像香港那些藝人 都是有名字 外國的體育是商業 不是 而且是足球 你想想我們看一場 我們看五六個水 當然不是什麼體育 足球和排球都差很遠 但是今天 香港01找到一個 在Facebook專業 英國拖頭佬的香港人 Anthony 不是我們認識Anthony Cho 不是 解答究竟是不是這樣 首先講回我最新的消息 講一些有缺有 缺有 其實就不是這麼缺的 情況就等於我們 但你一搶就缺了 就等於我們 那時候買廁紙 萬搶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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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油 帶了莫蘭 每個人一起去 明明 那輛車子還有些油 還可以一段時間去頂 不是 拿好廁紙 那這樣 就糟糕了 加上 其實最主要 是船運的問題 有些油都是用船運的 是吧 其實油都是足夠的 但是又不夠司機去駕駛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好找呢 找到Anthony 英國拖頭佬 英國拖頭佬就說 是 五萬元 請司機的確是 五萬元港幣 四千多元 但是這個 注意 不是起床點 不是說你進去就做到 我長話短說 他說 近日有很多香港人 看到 就感覺到很有興趣 他說每天都收到三四十個 就是PM問他 他說真的覆不及 他說其實 貨車都有很多工種 不是一定要長途跑過夜的 也有些朝九晚五的貨車開 大小貨車都有 但是一般來說 其實 都是你預算兩萬多元 起床點 他說要做四五年 才達到月薪四千多磅 就是五萬元港幣 但是對香港人來說 他說在二十幾年有五萬元 也好想怎樣 是啊 你香港很厲害 在二十幾年原本的工作 加上十幾% 已經算好了 二十幾年 都可能是由二萬二變成二萬三 因為第一年 他說不減薪 第二年 加二萬三千四 加你四百元 然後 二萬三千九 好想黃恩浩黨 好想黃恩浩黨 好了 Anthony 今年只有二十五歲 就移民英國 十年 現在住在格拉斯哥 在大學讀機械工程 OK 他說三年前入行 為什麼入行呢 最初他因為幫朋友搬屋 買車比租車便宜 所以買一輛小型貨車 幫朋友搬屋 要買一輛貨車 漸漸開始做一些送貨工作 接著就考慮重型車和拖車牌 我不知道那個牌的要求 英國的車很大價 那些重型車就不一樣 香港的十幾噸 很大價 我不知道香港的牌 用哪隻牌可以對到什麼 他說現在就是一間小型公司受僱 他說理論上 開車是兼職 讀書才是主業 不過由於疫情關係 學校網上受課 所以他現在就是一個星期 五天上班 放工才看影片 才讀書 他說 有報道說 貨車司機很辛苦 要不斷長途往返各地 很難有安定生活 甚至在車上住 加上英國道路網 缺乏相關配套 好像洗手間 浴室餐廳 所以很多時候司機連飲食都在路邊處理 令到本地人很多都不願做這份工 他說 其實不是所有貨車司機都要過這種生活 即是間接承認了英國的公路配套 就不夠 日本和美國 例如我們美國我不敢說 日本其實三幾十公里 或者一百幾十公里 就一定有一間很大的 餐廳 補充站 英國也有 也有 旁邊有一個洗手間 甚至乎有浴室 他說 貨車司機有很多種的 也有長短距離 他說其實道路網方面 英國情況和中港兩地都差不多 他只是跟歐洲發達國家 好像荷蘭 德國相比 就有些距離 他說 但是 英國就有很多城鎮 沒有提供貨車 泊車位 但是歐洲小城鎮 就有 可以泊在這裡休息 但是英國服務站 都有很多 麥當勞 Burker King KFC 他說 價錢就比市內貴一些 而歐洲道路服務飲食水平 就較像正常餐廳 他說 雖然當然不是特別好吃 但是就不像英國 來來去炸東西和包 你放心 我覺得英國的飲食文化很快 會豐富很多 他說 其實現在 在英國鎮車 雖然辛苦 也未至於無法接受 為什麼這麼短距離 他說 最主要就是 歐盟 因為不合居留英資格 離開了那群人 他說東歐的司機 那時候 雖然是便宜兩成的 所以很多脫歐前 很多公司會被東歐司機 如果比英國人便宜兩成 對東歐的人 就吸引力很大 當然 為什麼不便宜得那麼多呢 我相信也是有些工會的阻力 雖然英國工會的力量 打散了之後 就沒有 美國那麼強大 但是也是有 傳統的力量 都是不同的 香港 香港是廢的 還要站在軍人對面 是的 香港的工會很奇怪 好了 他說 後來部分司機離開了 但是英國公司 仍然想用東歐司機的價錢 來請人 那麼英國人民便不入行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他說 其實 英國有排的司機是夠的 不夠的是願意出錢 請英國人的公司 但是 你這樣水漲船高 那些油公司 或者貨衛公司 就願意給多些運費的時候 其實他們要做生意 最後都是 都是願意給多些錢的 這是市場公求 他說現在怎樣 他說在罵司機方之前 入行 他說 你大約月薪 月薪就是 2000磅左右 OK 也有2萬多元 他說你如果做了4、5年 那4、5萬港幣是有的 這樣也不錯 他說 他說到入行 反而他是有一定難度的 他說因為香港的重型車牌 車牌和巴士牌 就不可以換剩 我們私家車牌就可以 要考課車的香港人 就要重新考試 學車和考車 就要千多至數千英鎊 哇 這麼貴 他說 考試方面 不是100條MC 合格 要答對85條 香港要答對95條 Anthony就認為 這個也是有些 不過用英文 又有些不同 他說 至於路試 他就說覺得難得香港人 因為香港路面經驗複雜很多 這是肯定的 Anthony說 其實他個人最喜歡駕駛過夜路線 因為他喜歡駕駛長途車 這麼奇怪 年輕人 真是年輕人 他在英國駕駛車去芬蘭 再去北極圈 繞國 還停車玩了三個星期 好像很漂亮 25歲 阿靖 你覺得現在跟25歲的分別大不大 體力不是很大 你再過多十年 你就會發覺 你十年後讀的 你和現在很大 我是這幾年 是這兩三年 我蘭花系的時候 經常幾歲 我都覺得很精力充沛 現在我每一天 在吹吹而已 累了 真的沒得談 還開車去芬蘭 再去北極圈 很棒 聽見也很過癮 還有兩年就大學畢業了 原來他在香港 連DSE也沒有考會考 也沒有考的 他說希望駕駛車 存夠錢 三十歲前 就考民航機師派 實現做飛機師的夢 為什麼我會講這段文章 你今天給我這段文章 是甚麼都不重要 是這個社會 還有一個空間 我不是說香港沒有 但真的難很多 讓你去追夢 你想想如果在香港 你能不能這樣半功讀 還要存錢 去實現你的夢想 因為生活已經壓到你 口不過氣泥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好了 講到英國 本來我們星期五 我就邀請了一個 留學顧問上來 我忘記了 原來是我們的10月1日 你是否要駕駛車慶祝 10月1日我就不會慶祝 為什麼呢 因為每次我想起 2012年10月1日 那個南亞海難 然後早幾年 我忘記哪幾年 他還想到立法會通過 終止調查南亞海難 我真的覺得 這是甚麼世界 有獨立調查報告 有些事情就按住了 看不到 是的 那些議員要看的 就要你們宣誓 不可以抗議 如果不是刑事法律 你想想 如果用這個個案 2019年 你肯獨立調查委員會 都將事情 拖過去 又不用發展到今天 但是你想想南亞海難 那些人 然後又坐幾個魚毛蝦 去坐牢 39條人 我怎麼能聞到 差小奇仔 去到這樣的日文眼景 今天我收到一個網友 我沒有問他 所以我不全開了名字 地埔 他剛剛去了英國 三個星期 他是我們的長期網友 由我們在這個 則如沖時代 就已經開始支持我們 接著是啤梨晚寶 官航 他的女兒也升大學 也有自己的生意做 也很愛香港 但是無奈 就是種種原因 三個星期前 他就離開了香港 去了英國 他說在倫敦東面的小鎮 天氣很好 他說過不過人就不過人 他說很冷靜 他就選了一個地方 這三個星期 就沒見過華人 他說是這些地區最喜歡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是 如果我說我 為了盡快去融入當地社區 如果有一天離開香港的話 我都會選一些沒有華人的地方 我有華人朋友 我可以約他們出來 去哪裏 有車的 或者去見面 沒有問題 但是社區最好 就是少一些唐人 我自己的看法 他就發了一些照片給我看 因為他有工作在網上 他有工作 周四是老師 我問他 你會否會 他會投入 很冷靜 天氣也好 那裏 我不知道那裏是不是富人區 還是怎樣 但是看上去挺好的 他也有些視頻給我 視頻我又不播 因為我們有說話 免得透露他的身份 我們逐張照片看 今天下午三點多 我打電話給他 這個就是他在他的房子 拍出去 旁邊的房子 我想這些很經典的 英國小鎮的房子 很漂亮 他就說現在那裏 開了很多地產 也挺蓬勃 還有建了很多新屋 這裏是給售售 這裏是給售售的 這裏是給售售的 這裏正是我們網友的新屋 他買了四百多萬港幣 這裏是一層過的 我比較喜歡一層過的 你喜不喜歡複色那裏? 喜歡 你也可以嗎? 可以 兩三層都沒問題 那如果睡房在三樓 流淡了電話 在地上就要上三樓 走一下樓梯 即是後層不同 我真的不喜歡 我總是好像這些 他這間屋不是很大 只是一千多呎 但花園就很大 如果你說這間屋是一千多呎 如果他沒有工作 花園比他更多花 他說他只剪了錢 就剪了錢 我老婆說 如果他就說不會用草地 那別人有些外國 我不知道 別人是規定你 那個是草地的 譬如鋪了磚 鋪了磚 我真的很少見鋪了磚 我懷疑有沒有規矩 有些法例一定要你綠化 我不知道 不會這樣做吧 有很多都鋪了石 但不會完全沒有草 他說這間屋是一千多呎 只有三房一廳 一層過 我覺得環境也不錯 好 好 這裏 他們今天沒有開車 因為那邊沒有油 他們又走出火車站 坐車出倫敦 有些事情要做 BNO Visa 你要去警局報到 很奇怪 這裏就是火車站旁邊 一間叫北海道 大家看不看到 Chinese and Japanese 他追過人是甚麼呢 他追過人是甚麼呢 他追過人開幾點呢 是晚上4點到早上10點 又是Sweet and Sour Chicken 他專門做甚麼呢 火車站旁邊 有些人搭火車 組車的人做生意 即是組回來或是組走的 有些人搭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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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現在應該有Apps送來 不用自己去拿 最多付錢 這樣會好些 我覺得 我有一個夢 如果我去到外國 例如大家想像一下 這間餐廳是我給你的 但我不是做Takeaway 我地上就好像一個貨場 其中一個角落 就是玻璃 就是玻璃房 用來做Live Show 上面就有個Semmina 平時被我們開移民 說夾單 讓那些傻子走不了 夾過去 差不多了 現在的樓價 那我是否很想過癮呢 我也在想 然後外面大大個字 我沒有一個牌子 就懶惰你的頻道 外面再做一個對聯 當然我不會寫一些 英文對聯 ABCDEFG 我不會寫一些橘頭對聯 正如我們姓梁安的網友說 做一些重賭安的對聯 也行 正如我們10月的網友說 他都準備退休那些群組 即是香港人群組 他真的受不了 太多是非 即是那些是甚麼呢 你可以想像到 有人就有是非 即是那些 你去少一次就說 你不夠熱心 來了就 踩著年輕人的肩膀移民 就忘記了香港那些 嘩 我心想 很厲害 你試試 如果有一天 我在外國有天跟我說這些 你試試 我真的逼得 我真心地 雖然我現在都很真心 變成一個藍絲 其實自由社會 真的不能逼人 大家 大家說真的 都有一個理念的 近的 好像我們偉大的朱立倫 我正說 求同 尊義 不是尊義 尊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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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